用道来辅佐国军的人 不会靠兵力在天下逞强 打仗这种事总会得到报应 军队所过之处长满了荆棘 大战之后必定出现荒年 善于用兵的人只求达成目的 而不靠兵力来逞强 达成目的却不自负 达成目的却不夸耀 达成目的却不骄傲 达成目的却出于不得已 达成目的却不逞强 事物壮大了就会趋于衰老 这就叫做不合乎道 不合乎道很快就会消失 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宇宸的频道 一起来聊哲学生死与人性 我们上个月介绍了一本小书 那这个月就是要介绍一本快六百页的大书了 透过这本书 你将会对一部哲学经典 获得更深更全面的理解 这部经典只有五千字 作者至今仍然是个谜 却影响了人类两千五百多年 连二十世纪地表最大伟哲学家 海德格都对他赞叹不已 不但曾经挑战 要将这本书翻译成德文 到过世前还时常引用这部经典 在他的著作中 这部经典是什么呢 我想现在应该有人已经猜到了 就是老子也称为道德经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新书叫做 傅佩隆讲道德经 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今天这部阅读计划呢 其实在二月底的时候就应该上了 但因为欧洲发生了全球瞩目的战争 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修改脚本 希望在写博论的期间 还可以维持一个月一步的稳定出片 也因此没有太多时间准备素材 顶多只有字卡 基本上呢 就是听我在讲 大家也可以当作Podcast来听 我会介绍这本书的特点 再来介绍老子哲学中四个核心概念 最后呢 则是介绍道德经理的反战思想 好样子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小小支持一下地方的文组研究生 刚才我在片头念了一段白话的道德经 就是由傅佩隆教授 在这本书中所翻译的 这本书有个特色 就是在你在阅读的过程中 就像在上傅老师的老子课 这本书一共有104个单元 每个单元大概5到6页 篇幅不长也不短 你完全可以抽空一天读一个单元 或者是一周读2到3个单元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道德经81章 完完整整的读完了 另外这本书 针对道德经的每一章 除了有收获与启发的部分 让读者可以将老子的智慧 与自己的人生日常生活做结合 还有课后思考 提供读者在阅读这个单元后 自己可以思考反除的问题 还有非常重要的 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本书里的道德经不是破碎的 不是作者信手拈来的感性抒发 也不是文言文和白话夹杂 交代不清 模模糊糊 越说越玄 而是将道德经81章 从头到尾 里里外外 扎扎实实 一字不漏的解释 说明 惨发道理 这点也可以体现在这本书的一个特色 那就是在收获与启发 还有课后思考之前 提供了道德经的原文 和非常清楚的白话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呢? 原文跟白话很重要吗? 我必须要说 真的很重要 首先你在市面上 一定会看到很多通俗的书籍 在介绍老子的思想 我想大家早就屡见不鲜了 但有些书籍所引用的道德经 不但版本来源没有交代清楚 还有可能是使用 宋朝王安时的错误断句 在21世纪的今天 如果你在学术领域 你会发现 没想到道德经 还有更更更更早的版本 像是三国时期 王必筑解的版本 又称为老子王必本 还有在上个世纪 因为考古挖掘 汉朝古墓所发现的 写在丝箔上面的老子 又称为老子博书本 后来呢 又在楚国的坟墓里 挖到了写在竹简上的道德经 所以又往前推进了200年 到了战国时代中期 又称为老子竹简本 可以说是离老子传说中 活动的春秋时代呢 越来越近了 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 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道德经 能够代表什么吗? 一来它是比较早的版本 少了后代人为的改造 比较有可能符合道德经的原貌 贴近传说中 道德经的作者 老子的思想 二来呢 我以前当助教 讲到这边会开个玩笑 我会请同学思考看看 如果你活在一个 相信有死后世界的时代 你要决定带哪些书 跟你到另一个世界 这是很重要的抉择对吧? 跟决定要带什么书 去上厕所的level差太多了 不对 现在大家上厕所应该是带手机 你会随随便便带 你不喜欢的书 对你毫无意义的书吗? 还是那些让你爱不释手 让你读了一遍又一遍 还是深受启发的书呢? 透过这个想象 大家应该可以想见 这些出土的道德经 可能有多重要了吧 而傅老师这本书 他不但使用了更早的版本 当然也交代了 他采取不同版本 像是王弊本 博书本的理由 这会根本的影响我们对老子 第一章的理解 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那一章 以及对老子哲学 系统性的认识 像是所谓的道 绝对不能等同于大自然 而老子也不会认为 欲望是完全负面的 主张人应该无欲 不应该有欲 重点是在于 要有正确的欲望 以上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而老子博书本的书图呢 可以让我们 不用再去诚习那些 千年以来 人云亦云的错误理解 但我这边就先卖个关子 请大家自行阅读啰 另外还必须要说的是 白话的部分 将文言文翻译成 我们现在所说的白话 就已经不太容易了 更何况是言简意该 感觉又很高深的老子道德经呢 但傅老师不但一字一句的 翻译成清楚的白话 把道德经说得通透 没有模糊的空间 并在这些白话中 呈现出老子哲学 前后连贯的思想体系 也就是说 有踏实的文本基础 作为支持 对一般读者来说 这去除了文字上所带来的遮蔽 让读者能够更深刻而完整的 去思索老子的哲学 去体会老子的智慧 当然 对内行的学术中人而言 这完全就是把学术壁垒拆得精光 毫不掩饰的直球对决 你可能不完全同意傅老师的解释 但对于要如何兼具经典诠释 学术研究 哲学推广 这种困难的工作 我想这本书 给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而傅老师也说 这本书是他讲老子哲学的定本了 接下来他正在处理庄子哲学的部分 好 要进入这本书的内容了 我原先是想要花更多的心力 在介绍老子哲学中 比较抽象超越的部分 但现在这部分 我就直接讲核心的观点了 因为我要把重点放在老子的反战思想 道德经的道德 不是我们现在伦理道德意义下的道德 什么是道 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 道不属于人类 也不属于自然界 不属于这些 有形可见充满变化的万物 而是无形可见永不变化的 什么是德 德就是万物得自于道 的本性与禀赋 而传说中道德经的作者老子 他所面对的时代呢 就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 战争四起 人的生命遭到了无情的摧残 因此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 感受到人生是虚妄的 我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找不到生命的价值 而道家的精彩之处 就在于他揭示了有一个作为 万物的来源与归宿的道 让人的生命呢 不会落空 让你的生命 可以获得安顿 也告诉你可以如何活出真实 在乱世中也能活得自在的方法 以上 只是非常惊要的说 对道的超越性有兴趣的话呢 一定要看看傅老师是如何诠释的 还没有说的话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资讯卡 听听看傅老师讲道家的宗教向度 这节课真的非常精彩 大推哦 而道德经里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圣人 圣人不是指一般的统治者 也不仅仅是个悟道的人 而是悟道的统治者 学了道德经 我们或许没有机会成为 治理百姓的统治者 但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统治者 重点是 要悟道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摩擦 甚至呢是从竞争发展到斗争 战争的状况 如果有一天 你握有了统治的权力 你对别人 别的团体组织 别的国家 可以产生影响力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 老子如何看待战争 又该如何使用武力 以及老子为什么反对战争 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首先 老子如何看待战争的呢 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 人们都厌恶他 所以悟道的人不接纳他 君子平时重视左方 使用武力时就重视右方 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 不是君子的工具 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 最好淡然处之 胜利了不要得意 如果得意 就是喜欢杀人 喜欢杀人的人 就不可能在天下得到成功 激进的事以左方为上 凶丧的事以右方为上 傅将军站在左边 上将军站在右边 这是说 作战要以丧礼来处置 杀人众多 要以悲哀的心情来看待 战胜要以丧礼来处置 所以从老子看来 战争这件事啊 就算赢了 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因为这必定会造成 难以挽回的伤痛以及损失 而且通常都会伴随着报应 还记得影片开头时 所念的那一段白话吗 老子说 骑士好还 打仗这种事 总会得到报应 军队所过之处 长满了荆棘 大战之后 必定出现荒年 所以战胜 要用丧礼来处置 要用悲哀的心情来看待 另外照这样看来 我们可能也会有 不得已要使用武力的时候 像是被侵略的时候 生存被压迫的时候 但又该如何使用武力呢 指挥军队的人说过 我不敢采取攻势 而要采取守势 不敢前进一寸 而要后退一尺 这就是说 陈列而没有正势 奋举而没有臂膀 对抗而没有敌人 持握而没有兵器 破坏没有比轻敌更大的 轻敌将会丧失我的法宝 所以 两军对抗而兵力相当时 慈悲的一方可以获胜 在老子看来 不要主动发动战争 侵略别人 而是要采取守势 并且以退为进 以进制动 透过这些以虚为实的做法 来让进犯的敌人 摸不着头绪 更不要轻敌 因为如果看清敌人 将敌人视为可以碾压的对手 那就是丧失了 老子的三大法宝之一 慈悲 这是为什么老子说 慈悲的一方可以获胜 抱有慈悲的心 不忍心去伤害别人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而不得以交战 这也是成语 哀兵必胜的由来 而老子的三大法宝又是什么呢 我有三种法宝 一直掌握及保存着 第一是慈爱 第二是简约 第三是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因为慈爱 所以能够勇敢 因为简约 所以能够推阔 因为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所以能够成为众人的领袖 现在 如果舍弃慈爱而求取勇敢 舍弃简约而力求推阔 舍弃退让而争取领先 结果只有死亡了 以慈爱来说 用于战争就能获胜 用于守卫就能巩固 天要救助一个人 会用慈爱去保护他 慈爱 简约 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这就是老子的三种法宝 第一个是自己对他人 要慈爱 第二个是自己对物质 要谨约 最后是自己身为悟道的统治者 不居功 不争先 要以服务 代替领导 所以老子认为 要像母亲一样 守护孩子 要像道一样 包容着万物 不要去想着控制别人 而是让自己守住 柔弱的姿态 勇于不敢 才会带来真正的坚强 如果你舍弃慈爱而追求勇敢 这样的勇敢是没有根源的 只是白白的耗尽生命而已 而老子相信这样的慈爱之心 用于战争就会胜利 用于防守就会巩固 天将就之以慈为之 傅老师认为 虽然这里多少体现了老子当时的时空背景 有把天作为一个主宰者的传统的观念 但不是指天会用慈爱的心去拯救一个人 而是让人人都有一颗慈爱的心来保护自己 前面提到了 用慈爱的心来交战 来守卫 就是体现了这个道理 影片的最后呢 提供一段课后思考 让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我们与某些人正好处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社会 同一个行业 彼此之间存在一些竞争的关系 但如果从道的角度来看 就会看得比较完整而透彻 知道人最后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要设法让自己安齐天年 这才是老子真正的关怀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 相关的资讯我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喜欢的话呢 就和我一起把这本书读起来 虽然我还有很多想要介绍 但是要是再说下去 我剪片时就要哭了 荧幕前的你觉得怎么样呢? 和你印象中的老子不一样吗? 你认同老子说 用慈爱的心就会获得胜利 这种说法吗? 欢迎把你的想法通过留言告诉我 老子里还有很多京剧名言 可以拿来时常提醒自己 像我最近就常常想起老子说 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 当我更了解自己一点 当我比前一天又进步了一些 这就很值得肯定了 所以呢 希望在这个学期 以我目前的状况 每个月可以做到更新一次 就很值得高兴了 所以我们3月底再见咯 那也希望呢 这个战争可以早日落幕 拜拜 Pea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